请先补充上一集的资料 我形容陈家乐是 TVB 艺人 陈家乐的经理人公司是英网娱乐影视部 2008年开始一直与 TVB 合作 形容它的外援可能比较恰当 看到一段很有意思的留言 搞清楚先,一年一千万不是李佳心广告费 是包括电视台广告的播放率广告费 爱回家的植入式广告费 好不好?都未搞清楚就在这乱吹就误导人,笑死人 我沉历的节目里没有说过 从草大王一千万全数是李佳心的广告费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 单凭李佳心一个人就在从草大王的单一广告 替 TVB 赚了一千万 我一直只是强调的是 李佳心有能力为 TVB 赚一千万 所以公司才会出手保李佳心 要搞清楚 留言有一句写得很好的 都未搞清楚就在这乱吹就误导人 没错,六节目的主播要留意这一点 都要多谢你的留言 看到有人在你的留言点赞 证明误会了我的人就不止你一个,所以有必要澄清 至于李佳心,这件事证明他和 TVB 都有诚意继续合作 TVB 处理去意已缺的一线艺人 合约未完之前的工作安排会很小心 继续拍剧还是投行自散 TVB 会草剧 拍了不会立即播 TVB 不怕你反他 只是怕 TVB 的观众反这些藝人 到时拍了的剧集怎么办呢? 主角来的 李佳心早前处于过冷河的时期 出书、上众艺 言论都变得更加小心 今次 TVB 出售 证明 TVB 对李佳心 的重视 卖相好、演技不断进步 是难得的花旦来的 有陈豪都要有合襯的女一 李佳心、陈豪、外形、戏佬都合襯的 都合襯的 TVB 保艺人其实不是第一次的 甚至开新剧 订新订造角色 帮艺人翻身也试过 这次出手 除了保李佳心 也做了一个示范 公司不是无情无疑的 至于艺人的价值 就要靠艺人本身了 昨晚随着节目 虎若龙藤迎身碎 有Aftercast 有Ascar 和Archie 之前很多粉丝都担心 TVB 会放弃Archie 看来就派了定心丸了 另外 今天 TVB 的贺年节目 恭喜发财好运来 出现了由 TVB 艺员组成的男团 Super Tiger 网上也有很多人谈论 很多年轻艺人都会跳舞 有些唱歌都不错 可以再发展一下 早男团和女团有什么好处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重温以下这一集的节目 另外 连我Channel 的朋友 大多数都喜欢听歌 有没有兴趣了解多些用声的技巧呢? 就算不是唱歌 平日说话都有帮助 了解多些的话 对于欣赏音乐的乐趣都会更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重温我这一集的节目 放心我交了很多学费 不是乱吹的 听得清识的接下来 听得到 一件事情 在飞计之下